多元宇宙通道 这不是月娇吗 你也来买贡品啊 因为我婆婆平常对外 办起多个角色 卖长杂重金 请来YouTuber阿汉 拍摄中原广告 只是节日还没到 广告却无预警下架 网友就指出 疑似跟新著名角色 软月娇有关 更贴出这篇文章 台湾月议总会 总会长陈凤凰发文表示 首导各地新著名社团 连书反映 业者制作 以嘲讽月议新著名形象 和口音的中原节 促销广告大事宣传播放 认为被筹划 并发函请卖场即刻停止 并公开向社会 月议新著名同胞致歉 阿汉软月娇角角色 其实创作已久 这回广告却引起 新著名抗议歧视 网友看发量级 也说这角色都多久了 模仿并不等同事歧视 也有人说这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事 学过谁我们怎么知道 同学都在学啊 越南人讲话 他听了就觉得很难过 也不会去认识那个人啊 也没有针对 也没有针对那个他的表演啊 只是就看到广告 他学越南人啊 这一定跟越南人有关啊 月议总会表示是针对公司 不想再扩大事件 广告在各个平台移除 根据了解业者跟创作者的授权到期 而业者也另外推出了中元节新广告 TVBS新闻上面这红廷泰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